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遍所有美食 晚遍所有国家 民国112年7月16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 FM98.1的超级玩乐大帝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的是 海外的欧洲的深度旅游 应该讲 而且它也是个高档旅游 是什么行程呢 城祥运通旅行社 他们有一个行程 法式风情西南法12天 去西南法 大家会想到哪里 它会带大家去 蔚蓝海岸 会来到 还有波尔多 普罗旺斯 这个都是热门景点 然后他们用一个高档的方式 来操作这样子的行程 但内容到底是怎么样 城祥旅行社 上一次来 已经是16年前 我记得很清楚 他们是少数 很早就开发这种去欧洲吃米其林 以米其林做主题的旅行社 上一回 上一回16年前来我们旅行社 来我们电台分享 我还记得那一次他们有一个行程 去吃三星餐厅 连续十几年的三星餐厅 结果那个人 那个厨师来到台北 来到台北那天是2月27号 当天巴黎公布米其林指南 那个餐厅掉了一星 哎呀这个 对但是我们继续继续做 没问题 因为它连续很多年了 那个旅行 那个米其林餐厅也是很棒 只是它因为它好像是把座位数增加了 结果这个就掉了一颗 但没有关系 它还是个好饭店 不好餐厅 那我们今天特别跟程翔运通旅行社的 总经理林佳飞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 法国西南法 西南法 到底他们怎么安排 带领大家去玩 佳飞总经理你好 你好 佳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解封以后 好像这个机位还是不足 整个的航空运能 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前的 疫情前的那个状态 对不对 好多航空公司都没飞 北乡发航现在还是 台湾还是没有直飞嘛 现在还是要从香港 然后现在大家只有 如果要飞巴黎直飞的话 大概只有长荣 那不然就是要靠转机的航空公司 那转机现在比较夯的 大概就阿联酋啦 土航啦 它的票价是稍微还可以的 这个真的是 其实从疫情前 2019年的时候 那两家航空公司 就阿联酋跟土耳其航空 就他们的机票价格 就相对比国际航空要便宜一点 对不对 他们就是要 要划算 现在拿窍了 现在拿窍了 会吗 现在转到他们了 因为那个时候直飞搬机很多 像河南航空直飞搬机 长荣华航都一定有 航空较多 对 然后那时候发航也直飞嘛 有好多开始直飞航班也多 那现在少太多了 对少太多 然后再加上疫情以后 大家好不容易解封 想要出去走走 所以这个供应跟需求 不成比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比较贵了 而且很多都是只放 只要早点计划 早点计划就不贵 先到台计划就没机会了 计划旅游 所以你们现在拿到 拿到根本团体机会 放出来的很少吗 对不对 还是有 因为其实疫情后 这三年很多公司行号 或者是有一些家族旅游 他们可能没办法出门 那所以他们都会提早规划 那你如果提早规划 我们去早一点 抓到这个位置的价钱 其实都还蛮漂亮的 或早点拿团体机会都还蛮漂亮 还是有团体机会 还是有 但是就是要找计划 那会不会比较贵 现在呢 机票是网价 不是网道 机票就是网道 对 那会不会比较贵 同样是团体机票 反而不会 真的啊 反而不会 比方说像你现在 像你现在如果计划 11 12月的 或者是像我今年 在3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抓10月廉价的机会 这么厉害 当时我们的票价都非常便宜 是哦 非常便宜 但是现在大概贵2万以上 对啊 大概抓完就贵2万 我觉得那个是他 他在判断意后 可能没有判断清楚嘛 所以你先拿先赢 所以他被想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卸一下 那现在大家都懂了 因为又缺人缺工 对不对 一个是航点没有完全恢复 一个是班次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他们有好位置 一定先留给个人FIT嘛 对不对 对 所以FIT如果可以提早计划的话 其实我们占非常大的优势 还是有机会 占很大的优势 对 在团体位置还没有发出去之前 我们如果商务舱啊 豪金舱啊 还有经济商都抓到非常便宜的价钱 只要早点报名 是哦 现在这一套有用的 现在还有用 有用 但是真的要很早 千万不要太晚计划 现在就是因为机位不多 所以越早计划会越划算 OK 现在一来一往 真的是可以差到2万多 你看哦 像例如暑假的长荣 他的商务舱从12万到20万 你听过商务舱 12到20 差8 12就很贵了 12是以前我们的想法 但是呢 现在是20是现在普遍的价钱 是哦 以前20做头等舱啊 现在20是做商务舱 不过现在有些航空公司 看他们的机型啦 有些航空公司就是把头等舱取消了 然后把商务舱的容量加大 对不对 有一些航空公司 一开始一开始疫情恢复 因为也不晓得台湾市场会到什么样的阶段 所以一开始小飞机 像8月1号以后 阿联酋就恢复用A380 8月1号以后还是777 我做过哎 我在三年前做过A380 然后去做这个核轮之旅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给我伸等头等舱 哇哦 所以你有在上面洗澡了 我本来第一阶段是商务 到第二段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伸我了 就伸到头等 我没有洗澡 因为那个房间 那个房间实在是厉害了 那个不是座位 那就是个房间嘛 还有门的 对不对 然后左手 我坐左边靠就左边了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吧台就就很大 然后电视机比我家的还大 哈哈哈哈 这当然那个那个体验 太过眼 有一些人很喜欢做A380 对 是没错 他的商务商也很棒 对 商务商就已经很棒了 商务商就已经很棒了 结果不小心就给我弄到了这个 哎 那杜拜就是这样子啊 阿拉伯离合大公国就自己奢华著名嘛 所以阿球的飞机在台湾还是很受欢迎 很受欢迎 你知道他他其实8月1号开始要飞A380 他还有一点点担心 可能做不满 loading的问题 他也卖不满 不用担心 结果他一开始下低价哦 他一开始下低价 大概跟疫情前差不多便宜了 那一个月之内他马上涨上去 飙上去 哦 因为多满 班班克满 真的啊 daily fly 然后班班克满 这个他就经营台湾市场最早最早 反正我就讲一下同意 最早是先锋国际旅行社代理 后来他们就直接过来开开社公司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啊 嗯 对啊 好 怎么会想要推一个南西南法行程 其实我们巴国非常久了耶 我知道 那只是说西南法是因为其实之前就有那走的没有那么深度 以前可能最早期的法国一定都是长龙直飞嘛 用台湾的观念不爱转型嘛 所以就是直接飞巴黎来回 嗯 但是你知道法国领土 它的本土是我们台湾15倍大 嗯 你说呃 用一个点来回这样子 你中间就要用很多的交通工具 然后后来阿联酋的飞机出来以后 我们就推出了一个从法国南部直接就飞到尼斯 从南部一路玩上来 把最最奢华最热闹最需要花时间的巴黎放在重点放在后面 放在巴黎最后面 而且你们好像有一段国内线对不对 呃 我们一段国内线 其实以前是坐火车 但是因为现在缺工啊 嗯 然后你知道在疫情期间所有的游航车巴士的这个时机通通都转行了 哦 那人家现在车公司也不帮你载行李 所以我就直接搭飞机会比较快 哇哦 那当然那个成本就是会高一点 成本他的不是成本 法国人不要开 你给他再多钱 我说我再给你加一千欧帮我再行李上去 不开就是不开 为什么啊 他你找不到人啊 找不到事情啊 我没有事情 我要花那个人帮你载上去 我还要回来 哦对空车要回 我把他空车回来 对啊 我这一来给我三天 你给他一千欧怎么够 他可能是想要三千欧 那你就给他吧 啊对不对 三千欧给不起啊 三千欧就给不起了 对一千欧还可以三千欧就给不起了 那就干脆当飞坐飞机了啊 OK 对啊 坐飞机大家也舒服啊 然后也快啊 只是说要去机场还花一点时间 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啊 看有经验的 因为有经验的 他们可能跟外站这个接待社啊 关系比较好 遇到突发状况啊 可以比较快的处理了 要不然啊 像昨天平保协会啊 还是有一家线上网路旅行社 也是提供了这个 亿后买机票的一些指南啊 因为有好多好多问题要解决 所以他提醒大家 那这个东西也就是大家出门前啊 也是多注意一下 好了 我们讲回来 城翔运通旅行社 他们做的这个西南法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跟以前啊 价钱不一样 那是所有 所有海外行程都是不一样 只有少数的航空公司短线 拿出来杀 长线要杀 只有一团两团了 那个只是出 也有 也有 现在国航开始飞以后 国航现在听说也很可怕 我也是那个下巴都掉下来了 但是你会安排吗 你不会安排他出去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那种在缺工的情况之下 你再去搞一个廉价的东西 出状况你就是卡在那里 我没办法 风险很高 对不对 风险很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中规中矩做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regular航法 一定要够好的航空公司 对 一定要够好的饭店 一定要够好的车子 够好的餐厅 维持我们的标准 他才不会有状况出现嘛 对了 你说这个举行团 不只是价钱的问题 而是我们在操作上 我们是中规中矩在做事情 对 不脱机摸狗 因为在这个时间里 你只要遇到状况 都很难处理的 除非你是照规矩做事情 都很难处理哦 真的很难处理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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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 因为像我们现在西南化 第一方面是因为 飞航点 我今天南进北出 嗯 所以我才使用阿联酋 所以阿联酋 阿联酋连国内内段也是他们的啊 不是 国内内段不是 他是从杜拜转机直接去淋湿 那从巴黎出来是直接去那个杜拜转机 所以他是东 那个他是南进北出 嗯 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在这 那国内段 国内段一定是法航啊 那法航的航班多啊 那我也没有用廉价航空 有一些旅行社可能会在欧洲的内陆段用一些什么 比较 Rion啊 那些航空公司 那他的航班常常 其实现在欧洲国内段 因为我们也不是只有坐法 欧洲现在只要用国内段飞机 通常他呃改变时间点啊 或者两台两台并一台啊 都会有 这状况还是会发生 对对对还是会有 但是因为波尔多到巴黎的班机 是每一个小时一班 哇哦 这么多 所以他就算一般有状况 我还有一个小时以后就有 还来得及 状况比较少 OK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啊 就请加飞 林加飞总经理跟我们来讲 程翔运通旅行社他们设计的西南法 来我们回到FM98.1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我是姚顺 那么我们连线的是 程翔运通旅行社的总经理林加飞 谈他们的设计的西南法12天 那这个行程呢 当然程翔他们很早很早 就开始深度耕耘这个法国的行程 而且他们也是做优质 做深度 已经建立了市场口碑 那现在来 其实西南法他们一直都有 现在只是意后 他们又又升级了 所以就跟加飞总经理连线 看看他们怎么安排 来吧 我们进去从哪里开始 从 从尼斯开始 从尼斯开始 就跟他那个讲的一样 西南法 我写西南法 当然就是 最著名的观光景点 法国呢 大概分几个区了 就是我们分北法 南法 还有西南法 波尔多那边 那还有一个地区就是比较专业 就是东边的柏根地 如果你要喝酒的话 我会往柏根地滑上去 那这个行程西南法的设计呢 其实他就是着重在 因为我的飞机可以从尼斯先进 所以我把南部的法国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蔚南海岸看海 一个看山 那这个也不是真的是山 对 这个海 这个就是尼斯 尼斯最漂亮的天使湾 哦 好漂亮 真的漂亮 对 那非常住家风格 不止这里 因为我们还有去另外一个 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国家 叫做摩纳哥 哦 有钱的国家 摩纳哥 大家就会想到凯莉包了 对 超跑一堆 超跑一堆 然后想到凯莉王妃的凯莉包 想到蒙蒂卡罗的赌场 casino 真的去那边 大概是把这辈子可以看到的 最奢华的 这个 这个 不宜吃看完 这个就casino 这个跟就是那个巴黎的歌剧院 同样的设计是 Gagney他设计的 所以这是非常漂亮 风电式的一个casino 它不是旅馆 它只是casino 它是casino旅馆吧 对 这张照片是casino 旁边是hotel de Paris 哦 安兔卡斯的女平 餐厅都在那边 也是差不多建筑风格 这沿岸都是这样 你看 好浪漫 这个是坎城 OK 所以蔚蓝海岸里面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城市 对不对 一个尼斯 一个坎城 对 没错 然后重点国家摩纳格 摩纳格 来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在马赛 马赛的圣母大教堂 所以它也是魏蓝海岸沿线的一站 对不对 它算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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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属于地中海海岸线 它算末端 好漂亮 这些建筑的本身就随便拿个手机 随便拍 就是好看 主要是天气好 天气好 蓝天白云 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湛蓝色的反光 就是我讲过沃斯兰 非常的美 那我们在蔚蓝海岸怎么个安排 看哪些地方 我们在蔚蓝海岸最主要我们会住的点 我们住的点 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是选择住在尼斯跟马赛 一个是住 尼斯当然最有名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摩纳格 去摩纳格玩一玩 其实我们今年一开始 疫情一开始 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是住在摩纳格 这个大概也是从台湾 怎么拿得到啊 那贵的不得了啊 你拿得到啊 很贵很贵 钱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是要定的到 对不对 对对 没有 跟他们关系还不错 因为那个 他亚太地区的总经理 跟我是好朋友 你是以前文华东方的总经理 所以那时候有试过 但真的太贵了 真的贵 可是训绩好了 就是说今年过年的时候 参加我们团的 他就有住到这个摩纳格的五星饭 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当然啦 那价钱也不菲啦 就是真的 对啊 那个饭店厉害在哪里 总经理厉害在哪里 你不过去睡个觉嘛 因为它是非常classic的法式建筑 对 好像在Paris 它是非常厉害的法式建筑 然后他又截啊 带了一些巴洛克式的那一种 夸张 然后又有那个他们的帝国风范 嗯 好像路易十五路易十六 那个路易十四路易十五 那个时候的那一种喜欢 巴洛克绚丽 然后煌筋包给你一种感觉 啊 对 就是很法式的 那这我这样就住进去 才几个钟头吧 因为不到24小时就得走了 没有啊 我们公司只要住贵的饭店 我们会让客人好好享受 是啊 如果我是一个很赶的团体的话 我可能 我们其实还是会有分 我们钱要花在刀口上 当我饭店住的好的时候 我时间停留就会长 当然 那如果那一天行程比较赶的 我们可能就是干净舒适 商务旅馆 就好了 嗯 有分 这个要让大家理解 就客人要理解 不可能 不可能天天都在过年 像你刚刚说住这个Hotel de Bali Palace 你有安排大家在里面吃吗 没有 很贵 Alan Ducasse 是吧 Alan Ducasse的餐厅单 它里面有三家米其林餐 嗯 哦 它一个饭店里面有三个米其林啊 对 对 一个是Alan Ducasse 它就是教父级的嘛 圣堂教父级 还有谁的餐厅单呢 没错 不过在疫情以后 有一点点变动 因为疫情以后很多 由于米其林也是需要sponsor 它需要餐厅做sponsor 有些餐厅它就不做sponsor 那有些餐厅也收掉了 因为真的 这三年真的很惨 你像现在巴黎的三星 只剩下五家 手指头数 哦 哦 那个姚勒哥上次讲的 我们十几年前邀请来的那个Divon Divon现在已经都看不到边了 而且我们Divon之后 我们还用Gues Savoy 哦 对 看不到边 看不到边是什么意思 就收边就是现在 呃 都在不在三星的名字 不在里面了 不在三星的名字上面很久了 OK 那现在巴黎也剩五间而已 其实很辛苦了 因为做三星啊 成本很高 不一定赚钱 对 而且要维持 对 它不只是食材 嗯 它还有服务 对 那你看疫情期间你怎么去养活这么多的员工 很难 对 然后还有租金 对 对啊 也都不收家人了 所以可能过一阵子才会慢慢的再恢复吧 嗯 好 所以这个是在蔚南海啊 我们就住 反正就 尼斯坎城跟马赛 我们会去玩的地方会有尼斯坎城马赛 那马赛其实在前几年它有进入欧洲文化城 成为欧洲文化城了 所以整顿的还不错 那在马赛我们住的是洲际酒店 也就是马赛最新的五星饭店 最新的啊 嗯 最新的 但也有一段时间我们也用了快十年 OK 但算是里面最新的 比较年轻的 嗯 那也规模也很大 因为它也是历史建筑下去改建 嗯 然后呃 因为吃早餐 早餐也很舒服 它在外面的那个Terrass上面吃 可以看到整个马赛港 还有对面的那个圣母院 露天阳台 房间的露天阳台 对 然后海天一色 哦 棒的 对 嗯 这是非常享受 真的是非常享受 那这个是蔚南海岸 就是会有比较富豪 比较度假的那种奢华感 嗯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属于比较道地 它瀑布下来 哦 很漂亮 哦 有一点点像 如果你去罗马的话 就像幸福春泉 哦 OK 那规模比它更大 你看那个总经理多熟啊 居一反三 来 这个 哎 这个是艾克斯普罗旺斯 这名哈佛大道 哦 OK 艾克斯普罗旺斯 这名哈佛大道 这个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切 因为它两边的梧桐树 全部都长得满满绿绿的那个叶子 好烦 然后人行道 它左右两边的人行道做得非常宽 那如果刚好假日去的话更好 因为它那个在人行道上面 它会做假日市集 哦 或者很多小农啦 手工艺品啊 都会在这边 哦 很热闹 所以这个是普罗旺斯 它是喷泉之珠 哦 那个艾克斯普罗旺斯 OK 普罗旺斯的重点 嗯 喷泉之珠 也就是我们从未来海岸 尼斯 坎城 那坎城我们玩什么 坎城 走星光大道 哈哈 逛街 逛街啊 为什么 星光大道整个都明天街 是啊 哎呦 是啊 没有 大家星光大道就拍个照就不见了 那就去买东西 旁边整排都明天 真的 哎呦 所以坎城 坎城我们待几晚 坎城我们没有待几晚 我们只有去逛一下 逛一下路过 逛一下路过 OK 最主要是待在尼斯 尼斯 坎城 然后马赛 那马赛 对 马赛我们玩什么 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普罗旺斯 马赛我们玩什么 马赛的话 那最主要是我们住的饭店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景点 哦 那我们早上的话会请 什么饭店 讲给大家听 哎 周际饭店 哦 周际 好 intercontinental 对 intercontinental 但intercontinental 其实还是有分好几个等级 它这一家五星级饭店 真的是非常的奢华 还不错 嗯 嗯 嗯 等级很够 对 那住在那边 就像我讲的 它就是一宿一景嘛 它住在这里 它也是一个景色 哦 因为晚上 晚上的时候走出去 你就可以到旧港旁边 哦 去散步 那边还有摩天轮 哦 对 然后隔天早上呢 我们会到对面的山头上去看整个 呃 跳望 那个地中海 跳望整个地中海 那对面刚好是伊福岛 伊福岛就是那个 呃 铁面人 铁面人的故事 基督山山筹记 哦 OK 就是被关到那个 铁面人就是被关到伊福岛上面去 就可以跳望到整个海岸线非常的漂亮 嗯 对 嗯 就是这种富豪的感觉 然后马赛完了 那我们就开始往普罗旺市移动了 对 对不对 就进到山里面去山居岁月 这个是不是 漂亮 这个是哪里 啊 共和德 哦 哎 这个是 这是山城 有点 这是山城 可是这上面是不是以前的要塞啊 雕堡垒之类的 不是 对 有一段要塞 还有一小段城 还有一小段城墙 不过我这个角度 我们要在另外一个山头拍 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山头的观景台 拍这个角度 我们过不过去 我们进不进去这个地方 我们过得去 OK 但是它远观比较漂亮 最主要是从这个山头看完以后下去 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拍这里是因为 它的底下下到山谷里面 因为这边就是Rubay Hong山区嘛 如果有看那个梅尔写的那个山区岁月 因为它就是美国人搬到那里去住 就是在Rubay Hong山区 就在这个区块 那从这个山谷下去以后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修道院 叫做Seniak 那Seniak修道院那边很有名 它就是一整片的薰衣草 那就可以看到薰衣草 那个季节是什么时候 什么季节薰衣草最漂亮 七月是最紫 其实薰衣草都看得到 但看到草还是看到花 好一年四季都有 花是在6月底开到7月是最旺 那就这段时间了 四季也是最热 现在差不多 我们的团刚回来两团 然后最近又回来一团 然后还要一团马上去 对 那你们还有一团刚刚到 7月14号 好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是最好 可是热啊 热死了 你看台湾今年 真的 哪里都热 台湾也好热 对啊 对啊 都热都热 都非常热 好 我们再休息一段了 我们现在普罗旺斯完了 接下来下一站 我们往哪里 普罗旺斯等 好 多多面和国 好 待会 我们继续跟程翔运通旅行社的总经理林家飞聊他们家设计的发是西南发12天的法国深度这里主要是往西南部走因为刚刚前面第一段林总有告诉我们啊法国在分区上大概分了几个区北区南区西南区东区等等那现在他们带领大家去这个西南边了那当然一想到南南南南发就会想到普罗旺斯那这个我们虽然要进入下一站但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普罗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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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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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会经过 就一路上的景色 大概都是这样子 你一直是这样的 眼睛也会疲倦 不会太美了 眼睛都不想要闭起来 太漂亮 很舒服 来 总经理这是哪里 这个桥好厉害 这个就是我们进到亚维农以后 这个也是罗马人的 2000年的建筑艺术 留在法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跟我们台湾有关 这个叫做空巨亚 空巨亚加德水稻桥 上面就是水在走的水稻桥 水在走啊 对 水稻桥 然后法国在这个水稻桥 他们有搞一个夏季烟火节 他们的烟火团队呢 就是我们台湾101跨年的烟火团队 同一个团队 我们就是请他们来做的 对 所以这个跟我们台湾有点关系 但是这个桥本身很厉害 对 因为以前罗马人不喝河水嘛 他一定要三泉水 所以他这个饮从50公里以外的三泉水 饮到城里面给人们喝 他留下来的角断 因为山谷比较低 那个水稻一定要维持一定的高度 所以他就把做了两层的桥 让水在最上端继续流 所以这个桥是为了要输送 运送水而设的 哇 那这个因为做的比较规模比较大 所以他下面以前是马车可以过 现在是我们人可以走 下面那一层 现在我们人可以走在上面 给大家近看一下 你看这人在里面其实很渺小 可见他有这个桥多宽多大 对不对 非常宽 以前是马车可以跑 所以算是规模比较大的 加德水稻桥 而且您说您刚提到 这个桥已经2000年历史了 是对 希望一世纪盖到现在 哇天呐 那么厉害啊 真的很好 在前面后面都没了啦 哈哈哈哈 只剩下这一段 前面跟后面都没了 所以要过去还要花点时间呢 对不对 对 而且还不错啦 因为他我们进去以后 我们会先去看他的影片 嗯 然后他也会介绍这个桥 当时罗马人他怎么样子建造 嗯 他有一些布园图 因为我们在这边时间花的比较够 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可以让大家虽然在法国 但是你可以看到罗马人的建筑艺术 OK 这个蛮有意思的 所以继续往下走 我们开始要进到亚维农了 对不对 对 已经到亚维农 是这里吗 因为这个在亚维农旁边 这个不是 这是雅尔 哦 这个不是 这是雅尔 好 到雅尔 雅尔大家喜欢去 因为那是范谷 范谷当年从巴黎下来到普罗旺寺的时候 他就是到雅尔这个地方 然后他请了高跟来看他做的话 他做了很多的向日葵 就是在雅尔这个地方 他也在这里把他耳朵割掉的 哎呦 这个这个这个照片实在是 你看这个光啊 天光云影啊 这怎么 这像油画一样哎 太厉害了 好美哦 男发的色彩是真的很漂亮 所以当时印象画派 为什么都往普罗旺寺方向走 就是因为 他的光芙实在太美了 不像巴黎那么样子的阴暗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印象画派才崛起了 哦 好美哦 这个光 这应该没修图 这已经是晚霞了 就像我讲 他当晚的蓝色也很漂亮 蓝紫对不对粉红 对 然后你在看那个范古 他画的那个 星空下了咖啡馆 到了晚上的时候 那个天空泛出来颜色 然后照在那个石板路上面 反射了光 哇 就是这么漂亮 所以普罗旺寺 你去玩的时候 每一分每一秒 你说眼睛 怎么会累呢 这使不得闭起来 这个就是雅维农 这就是雅维农 的断桥 跟雅维农的那个 教皇城堡 他这个断桥 断桥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就断 这个因为这是龙河 龙河 等于是到下游了 所以每一年 只要山上融雪 这个河水都会长得很凶 所以这个桥 其实盖了很多年 这叫圣贝内泽 圣贝内泽呢 他是一个圣人 反正就是牧羊人 说上帝给他一个指示 说叫人们把这个桥盖起来 他们就可以通过了 那人们不相信呢 他就叫他把那个石头举起来 结果他把那个石头举起来 因为他是很瘦小 居然把一块大石头举起来 所有人都觉得是神机 还盖了这个桥 所以就大家帮他盖了这个桥 但是呢这个桥还是抵不过 因为中世纪嘛 工法没那么好 大雪来还是冲掉 冲了好几次以后干脆不盖了 他就到旁边去用钢筋水泥盖起他的桥 这个桥就剩一半 就盖一半 所以这个东西是观光景点 不止他他故意的盖一半 没啦盖好了冲断了 盖好了冲断了 盖好了冲断了 所以他在最后面有弄一个桥的 就是圣贝内泽桥 这个桥是叫圣贝内泽桥 然后上面有尼克拉斯的圣贝内泽桥 圣的礼拜堂 因为那个是船夫的守护者 圣人嘛 所以他就一个尼克拉斯的小礼拜堂 在那边守护所有 现在融合的航运还是很盛行啊 像雅拉哥做过的那个河伦 河伦这边也有一段 也是可以走那个融合这一段 所以他很宽广 所以航运还是非常的兴旺 就是守护这些船夫们 不是那个神就是法国的妈祖就对了 对不对 差不多 欧洲的 欧洲的妈祖 保护这个行传人的 来你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另外一个 不是这个就到西南法去 我们就离开了那个雅维农 雅维农离开 到卡卡送 到卡卡送 OK 这是欧洲 应该是说法国保存的 非常完整的一个古城 而且这个古城它是双城墙 大概全欧欧洲应该是只有这个古城是双城墙 双城墙的意思是 它有两层 就是本身建造的城墙以外 它在城墙的外面 又在盖屋腿 所以还有两圈城墙 是为了防护安全 是为了防护 而且最主要它是在小山丘上 一个是下面的城墙 一个是上面的城墙 它是中世纪很典型的一个 比较常遇到战争的一个城堡 所以它必须要这样做好防御 而且最主要是它在19世纪中 法国政府 因为它曾经荒废掉了 法国政府把它修复的非常好 花很多钱 对它把它修复的非常完整 它现在真的很像一个玩具厂 它到了晚上的时候 因为已经没有居民住在里面 就是商店旅馆 里面还有一个城堡 一个城堡饭店 然后还有一家一新米其林餐厅 所以我们的参加城墙的团的团友们 可以进城堡去看 慢慢看 我们会进城堡 我们会住在卡卡宋城堡旁边的饭店 就是它城墙外或城墙里面 嗯 哇 会住在这边 所以它晚上打灯的时候非常漂亮 嗯 相当的吧 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光线刚照下来也很美 住在里面肯定贵了 嗯 是还好 只是房间很难啊 不会要跟大家分享啊 嗯 可以住在古城里面 也可以住在古城 边上 边上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 因为你那个是古鸡啊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 当成超奢华五星饭店 没错 因为它是个古鸡 没错 姚大哥过来内行 你要进去就已经不容易 你要睡在那里 全世界在抢位子啊 这不是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 那个是一个 那个是一个体验啊 对 就是一个体验 如果住在古城 其实就是一个体验 对 我们台湾人还是喜欢美式那种又大又舒服的那种 那种大厅 但是这一天就是一个体验这样子 对啊 其实就住在城堡里面 那个那种感觉非常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你啊 行李啊 要走旋转梯上去 哐哐哐哐这样 对啊 对 光是那个石板路 那个 remote完的轮子就快要 就就就就化掉 这个修要三千五啊 是吧 真的真的 因为我自己碰过啊 所以我才知道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里是这里是卡卡送 卡卡送完了 卡卡送已经到西南法了 卡卡送完了 下一站我们要往 吐鲁斯的方向前进了 对 就是在A380 最有名的A380的产地 就是空中巴士的这个 这个故乡 哦 其实它是西南法的首都啦 我们去那边是去吃饭 吃他们蛮有名的 白豆炖鸭捆 来 对 是不是这里 对 对 没错 没错 这个就稍微现代一点了 但是也是漂亮 嗯 他也没有现代 因为这是刚好拍他的桥 OK 拍他的桥旁边 对 那 那古层里面 因为他用很多的红 红 红砖 红砖下去盖 所以在阳光照下来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点pink的颜色 哦 所以人家又叫他是粉红橙 哦 你看多会取啊 这一取就不一样了 这名字 名字取了 人家就想去看了 粉红橙 对不对 对 就跟粉红巧克力 所以可能有兴趣的人还不多 是不是真的啊 你讲粉红橙橙 大家还比较有兴趣一点点 对 但是西南法的 呃 虽然西南法的比较大的城市啊 所以我们是去那边吃美食 去吃他的那个白豆炖肉 来 啊这个就漂亮了 这个真的是进到另外一个乡下 跟刚刚我们看到的普罗旺是完全不一样 对 这是哪里 但这个你就会觉得 因为他是整个房子都盖在峭壁上 这个是霍卡曼都 霍卡曼都 霍卡曼都 其实他是一个朝圣典 啊 真的啊 他 他就是因为圣人在这边发现圣人的遗害 哦 然后在把圣人的遗害那个地方盖一个教堂 然后所有的信徒都到那边去 然后开始就会有商家 然后会有住宿的客栈啊 旅馆啊 这边 所以这个城市才聚集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盖的很不容易哦 他就是一个山壁这样盖 他就一条街而已 他就旁边那一条街走下来 那我们我们的客人 我们客人你带不带去了 去 去哦 我觉得很值得去 就应该去嘛 对不对 应该去 很特别 不过他这边也应该是夏天比较能去 因为冬天啊 因为我就说他的 他最主要是给朝圣的人去 修道 所以他到了冬天那些商店也不开啊 哦 就是比较荒凉 所以冬天的话 欧洲欧洲其实都这个样子啊 他们生活比较重要嘛 对 嗯 但越乡下越是这些朝圣的点会越明显 会显得更荒凉 对哦 但是夏天的时候去很热闹很不错 而且如果是圣人呃 如果是这些呃 使徒们 就是这些信徒们走的话 他们是由下往上走 哦 我们是由上往下走 车子拉上去 哦 他那个大阶梯 我是没数过多少的阶梯 应该也差不多150阶梯 哦 这个上面都是修道院嘛 看起来那些 看起来尖顶的 那上面是修道院 他有一个黑面圣母 他有一个黑面圣母像 那所以他们会去那边 为什么会是黑面 你说我们台湾的庙 脸会黑是因为香 那他们呢 欧洲很多啊 欧洲很多 因为他那个木头的关系 他们特别拿来不是烧坏的 他是用那个木头下去雕的 所以容易 因为欧洲不多嘛 只有几个至少有黑面圣母而已 巴塞隆纳也有一个 OK 这边也有一个 哦 对 好 就是台湾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边又有圣人的遗憾 所以他们就觉得特别灵验 哦 这个是霍卡曼都 我们进一段港告 待会再回来 继续往往下走 嗯 我们继续跟程翔运通旅行社的总经理 林嘉飞聊他们家设计的这个 法国法式风情 西南法十二天 那这个行程其实非常悠闲 但是呢 吃住都是走顶级高档的路线 而且是慢慢玩 那这个这个当然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财力 啊 不一定了 对 但是有的人就愿意愿意先玩吗 不要等到以后存了钱再玩 先玩 当然啊 出来玩就要好好犒赏自己 这个是哪里 这个就是沙拉小镇 沙拉小镇 现在我们到西南法以后慢慢往波尔多州 嗯 这边就是美食 法国最有名的就是额肝酱啊 对了 对啊 当然现在额肝比较少都是用鸭肝替代 那早期就是在沙拉小镇这个区块就是养额区 哦养额的 那对对对 但因为他比较不忍的道 所以他现在已经用鸭肝来做替代 对 所以我们会让 你养额是这样子养 养鸭也是这样养 也是也是用 也是让他肝脏肥大 对啊 也是脂肪肝啊 对不对 一样是从猴头擦 不现在是这样子 现在很多的鹅肝酱是移到匈牙利 有的是移到了加拿大那两个地方 但是这几年台湾的鹅肝酱不准 没有了缺货 鹅肝缺货 为什么 因为大概是秦流馆的关系 所以顶级在台湾呢 顶级高档餐厅就没有鹅肝了 就像刚刚总经理讲都是用鸭肝了 嗯鸭肝 对 现在都用那个鹅肝酱 都用鸭肝酱替代比较多 这个是意大利 这个除拿错 真的 意大利啊 奇怪了 这是意大利我们的庄园 你们的庄园好厉害 这个呢 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到了柏尔多 柏尔多的 柏尔多的 这一看就是柏尔多嘛 一看这葡萄树葡萄园 就是酿酒的地方 那因为这个小镇 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会特别到 这边一方面我们有瓶酒 然后一方面我们就逛一下 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酿酒小镇 走一走看一看 这个这是 这是顶级的红酒之都哎 这你安排我们去喝 应该不用付钱吗 对不对 试喝吗 不用付钱 因为我没有喝五大酒庄 所以不用付钱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五大酒庄也很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点没关系了 哦 ok ok 好啦那五大酒庄的地方 大概知道一下那个 他们葡萄酒的文化 然后品尝一下酒 不过因为我们每 我们大概每天晚上 我们都有餐配酒 所以这个 你这个行程天天吃法国菜啊 几乎啊 几乎我们 只有回到巴黎才有吃中国料理 而且我们不是吃团体的中国料理 我们吃的是那个川菜 嗯川菜 是巴黎人吃的川菜 来这个这个这个就现代了 这个是新的东西 这个是红酒博物馆 这是波尔多在这几年 盖的一个新式建筑 哇 它是一个介绍 土桃酒文化 而且我们在上面吃饭 我们在上面 哇这么高档啊 对啊还不错啦 这是一个地标 嗯 这算是这几年比较新的东西 波尔多的那个红酒博物馆的景观餐厅 嗯 然后建筑也很现代 对 完工没有多久了 大概疫情前完工 这个设计师一定也是一个名家 一看这样子的手法哈 你看对不对 完了 我忘记他的名字 别没办法介绍 没关系 你就稍微讲一下 这个地方是波尔多的红酒博物馆 大家上网去查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 就会觉得 我一看就觉得 这就有点像 Frank Gary 当时在帮那个 谷克汉美术馆做的有点像 就反正 他就是一个红酒 杯的样子 行酒瓶 一个行酒瓶 他就是一个行酒瓶的样子 这肯定是名家设计的建筑物出手不凡啊 这个就是这么多的线条 你开玩笑 那把工人搞死 我告诉你 哎 对不对 哈哈哈 来了 这个就是你念之在之了 这是哪里 这就是我们 当然就是我们的highlight 我们到 我们公司应该是说 全台湾第一家 开始使用文化东方 在巴黎使用文化东方 这么典籍的五星饭店 我们从圣爱米里翁离开 做国内线搬机啊 从波尔多 从波尔多搭飞机直接回到巴黎 这一段要多久 飞机 一个小时 才一个小时啊 OK好 对对对一个小时 然后就就到了巴黎以后我们下榻 我们住的就是巴黎的文化东方酒店 对没错 哇哦 呃台北也有文化东方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文化东方的定义 它是属于比较亚洲风格的奢华酒店 那它比较厉害是它在欧洲各地在这几年 它收购了非常多当地的历史建筑都在最好的地点 把这些历史建筑用非常细致的手法呈现出来 呃一个顶级奢华饭店该有的服务跟细节 来这个你看 嗯 哎这个就是我们一进去的大厅 这个其实有看过风水的 啊这也看过风水的 而且它是中庭 它中庭呢有做那个鸟鸟 可以喝笑茶 有一阵子在全世界兴起鸟鸟风 就是巴黎的文化东方带起来的 哦 所以而且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一起走进去饭店的 是非常多的绅士民流跟明星 嗯 不过明星他有他自己的电梯啦 他们有另外一个电梯让明星上去 是哦 就不会弄到他们的建筑口 就是防狗仔通道 对没错 来这个是哪里呢 池畔 那是什么 游泳池畔 哦 他的楼下的SPA 他的SPA也非常的好 可是这里是一个游泳池啦 这是一个游泳池啦 一个人在游泳 这是小泳池 对他的泳池跟SPA都在他的B1 哦 他的香料 像我们很多客人 比方说因为我们在文化东方时间就会比较多 嗯 那有些人可能就去对面的爱马仕 因为我们文化东方还有一个好处 他就在明镊街上 哎哟 完了 他就是 SPA就在SPA的路上 他的鞋对面就是爱马仕 对面就是江奈儿 对 这个 这个就是要进入双宫 这是罗浮宫 哦 这是在巴黎标准的行程 会有罗浮宫 会有法尔赛宫 缺一不可 两个都有 你看这个这个多很多细节 好漂亮 这是法尔赛宫 对 他比较近拍的地方 应该应该是应该是走不完 你如果每一个点都要走到 在宫里面 要好好走 走不完 毕竟我们是旅行团 所以呢 我们呢 能够做的就是 安排专业的中文导游 在地的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看完最该看的东西 圣母院 对 现在圣母院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 我们都会到 最主要是要到拉丁区 到西提岛这个地方 巴黎圣母院 还在修复当中 这个很多人捐钱 因为那个时候受损了以后 很多捐钱啊 一定要把它弄好 对不对 一定的 一定的 这个是哥德士教堂最经典的一个代表 一定要修复他 对这个漂亮 好漂亮 居然讲完了 那我们我们的吃有什么精彩的 有几个精彩的 我们的吃 今年在疫情 因为已经餐厅还没有那么稳定的情况 那除了标准的一心免疫力 现在目前我们在巴黎呢 会比较是倾向于让大家 赛纳河的晚宴啊 做赛纳河一边看那个 船上的 夕阳晚餐 对一边在上面吃饭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特别安排坐电梯到巴黎铁塔上面去的景观餐厅用餐 上面好像也有一个餐厅有一星吧 有两家 对不对 一家是景观餐厅 另外一家也是阿兰杜卡斯他的一星密切林 有一个有一个餐厅的厨师有来过台湾客座一个光头啊 嗯 对上面 我不晓得我记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会安排游客 有一个餐在巴黎铁塔上吃 对不对 这人生难忘的经验 对吃完饭以后其实客人都 比方说有些人他想要登塔店 他就有这个机会 他就去买第二段的票就可以到最终 对到最终去 因为通常巴黎铁塔的票很难买 预约也预约不到 现场排要排个办法 连你都搞不定了 我到了现场吃完饭 我怎么上去 我先把大家送到第一层 哦 在台湾先购先买了 我们会在上面吃饭 所以吃完饭你只要加购那个票 就很容易了 哦 ok 对如果有兴趣 还要再往上面到最顶层上面去 就是那个铁塔最顶的地方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加购那个票 哦 因为你已经在这里消费了 可能就方便一点 对我们在那边吃饭 我们已经在铁塔上面了 所以你可能说只是加购而已 ok 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了 ok 好了听众朋友 还有这个 长期关注我们的这个 这个直播YouTube的这些朋友们 陈香运通旅行社 他们设计的这个法国 那西南法12天去的都是这些 重量级的知名景点 其实除了景点以外 最重要的安排是他们在时速交通上面 都是选择最好的 那当然你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说实在的 去一趟啊 就好好慰劳一下自己了 对 你那种如果去那种那种那种 赶鸭子团啊 那跟这种啊 体验是不一样 人生有些地方 对 once in a lifetime 一生一次的体验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了 今天谢谢陈香运通旅行社总经理 林嘉飞跟我们来分享 他们家设计的法式风情 西南法12天 下次有机会 因为我知道陈翔他们在做意大利 也是非常有经验 下次有机会再请 林总经理现身说法跟我们来介绍 好不好 拜拜 嗯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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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